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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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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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激浪的味道 你知不知道 鮮鮮的海風 和迷人的咖啡香 喔 基隆的味道 是甜甜的微笑 箱子的笑貌 熱情的在和你吻好 欸 子余 我來了 嗨 我剛剛來這邊的時候 發現這邊好多咖啡廳 真的 你知道基隆 是全台灣咖啡密度最高的一個地方 我好像有聽說過 我其實我覺得某程度 像香港跟前基隆蠻像的 真的 對 因為都是國際貿易的港口 所以也是接觸企劃最快的地方 對 你知道嗎 其實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基隆就有咖啡廳 然後在越戰的時候 就是美軍就在這邊註點 所以又有很多美式的文化 就引入到基隆這個地方來 然後像是委託行 還有酒吧的文化 還有牛仔街 對 還有咖啡廳其實都是 那你知道基隆的咖啡廳 都在什麼地方嗎 我現在目前想到 可能就是海邊跟巷子嗎 對 當然還有那種山坡上 不是 對 還有 還有小市場 市場裡面就是 也會有一些咖啡廳 對 那我們今天呢 就帶你來我的愛店 深厚的這間 走 走 走 基隆港的興盛 使得基隆成為最繁華的城市 基隆的咖啡 歷史悠久也都很有特色 每間咖啡店的手法都不同 而且密度是全台之冠 yo 很喜歡我 好玩 我覺得我是不是 今天想喝什麼嗎 我沒見過 你會認識 我不認識 你不認識 się 還沒耶 老闆有什麼推薦的嗎 推薦飲料之前 我先推薦這個咖啡 這個醬汁 看起來好有質感喔 該不會是你設計的吧 對 真的有質感 真的假的 這個藍色是大海的藍色 對 很適合雞龍耶 直接打開 裡面讓你看一下 哇 彩虹喔 所以全部都是關於雞龍的耶 尿口的這個故事 對 全部都是雞龍的故事 總共有十包咖啡 然後上面就有十個雞龍的故事 你看這個 就是雞龍跟宜蘭才有的 擋雨的 這乾杯是老闆的心境吧 就是騎火車的時候就 下雨 一定要擋下雨 我一定要一直刷 對啊 真的耶 然後它這個咧 雞龍乾麵 對 雞龍乾麵一定要特別講一下 雞龍乾麵跟外縣市的乾麵不太一樣 它一定要有 豬油醬油 然後還有豆芽菜 還要這個油蔥 真的 要有這三個核心元素 才能補成雞龍乾麵 還要加那個馬路筋的那個 對 馬路醬 對 才能要加 對 哇 所以你這樣子每一個 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圖案耶 其實花很多心思 就在想說 因為那個 我們常常會收到朋友的 推薦嘛 說這是某某咖啡廳的 瓜爾咖啡 那你要不要喝喝看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就很像 咖啡廳的影片 那我就把這個概念引申到 其實是一個 雞龍的影片 真的 這個拿出去大家都知道 我在彩虹 真的 因為我覺得是很雞龍的一個伴手禮 來雞龍要買什麼伴手禮 可以買這個 而且可以往那個桌遊 對 掀開來看 對 看看就是一樣的 對啊 好像數千 你可以想像 就是大家在喝咖啡的時候 邊聊雞龍 這可以帶齊整個整個話題 真的 對 像我們在聊雞龍 對 加上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都可以講到 值得購入 對 老闆 那除了咖啡 我們最期待的 登登登登登 那千層蛋糕 千層蛋糕嗎 對 他剛剛就告訴我說 他等一下如果要點蛋糕 他就要開始數到有幾層 就看你那個上面說 20層是真的假的 我看他要數到天荒 你老 太多層了 絕對是真的 等一下也讓你們做做看了 真的嗎 可以做好看 我要請雞龍最帥的 鮮奶油來教你 他叫鮮奶油是不是 真的喔 他本來叫鮮奶油 奶油小聲 奶油小聲 我現在就教你們怎麼去做這個蛋糕 好 一層的餡料大概都是 看這個40公克左右 好 一樣喔 喔喔喔喔 哇 料很 餡很多 好像很多 然後蛋糕刀 在蛋糕的正中心往外推 慢慢的往外推 慢慢的往外推 這樣子 華麗的手 你看這個 喔喔喔喔 好厲害喔 華麗的 然後這邊是慢慢的轉 對 然後等到差不多了 把它慢慢推開來 好平滑喔 這是一瞬間的事情 對 這樣子 這樣子 好漂亮喔 太快了吧 就這樣 對 所以 就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再拿一張蛋糕 而且那個蛋糕超級薄的 對 要讓它 薄都透光 讓它蓋被子 對 蓋被子 然後把它蓋成蛋糕 沒耐心的時候 就喔 煎厚厚的一層並贏 那能吃 可能只有五層這樣子 OK 不難不難 試試看 試試看 對 好 你先還是我先 然後濕透 不 是不是輸的還是贏的 好啦 沒關係啦 輸的先輸的 所以我現在要自己拿 拿著 對對對 這個嗎 這一隻 喔我一開始就錯誤了 你可以嗎 先挖一坨對不對 這樣子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我剛剛看到你是這樣 這樣子再不太多 對 再多一點 我偷工剪掉 不好意思 不代表我那個師傅立場 好 放到這裡 好 可以 放 好 我剛剛有看到 你的手是這樣子 在跳你的狀態 是 刀子拿前面一點 刀子拿前面一點 不好意思 刀子拿前面一點 拿前面一點 對 這樣 對 好 差不多了 刀子在蛋糕的正中心 刀尖的部分 這樣 對 先把它 往外 對 推開來 等一下 這樣發生什麼事了 卡起來很容易完全 不行 笑我耶 不可以耶 你不要毀了 不會 會不會 老師的蛋糕 等一下 我覺得我可以 有沒有有 我有 有有 老師 可以吧 我只是需要一點時間而已 怎麼那麼慢啊 這個轉 誰可以幫我轉 我來 我們恩公合作 對 有有有 有有 欸 老師你不要笑啦 你笑得好大聲的 我自己的 我來幫你 我來幫你 真的嗎 好 來 這個可以 沒有 失敗 沒有沒有 沒事沒事 可是我覺得還不錯啊 對啊 我剛剛有一點天分 幫觀眾知道 欸怎麼這一層沒有奶油 退的時候往外推 這樣子往外推 是那個手 你跟奶油真的很熟耶 對啊 我是奶油老師 照著你的手沒辦法推不開耶 對 我要幫他蓋被子 蓋被子先 我不會連蓋被子都出錯吧 你不要弄破啊 不會不會破啊 先對齊下 我現在 就可以 等一下我弄破 可以嗎 再過來一點 OK 好 慢慢慢慢慢慢 好 對對對 安好 還不錯耶 好好的 安好 專業蓋被子 安好 專業蓋被子 換你了啦 你剛剛在那邊 笑我 我就不信你 你怎麼可以啦 來來來你去你去 換你來 我在這裡看笑話 40多功課就可以了 放放 剛好40 這只是一個 那不錯 架40 架40 畢竟她是有做過千層蛋糕的女人 不是這一隻 換錯了 是這一隻 換錯了 你要記得老師的那個手勢喔 蓉蓉蓉蓉蓉蓉蓉 她就是這樣子 我是不是你剛好 欸 欸 欸 老師那你這樣子一天 你有算過你到底抹多少層嗎 種類不一樣 真的喔 如果是像什麼原味抹茶 都是二十幾層三十層 你真的是 基隆抹鮮奶油最高的奶人 沒有 最多的奶人 都會抹 可以了吧 你現在已經沒有在理中間這一位了 這是完奶油好了 我們來聊天好了 好 還是老師你要救他 好 我來救他 好 放棄 我們兩個人都是失敗的 老師剛剛的手一直很想幫我 對 好 一樣好 你剛剛一樣 是嗎 哇 終於 終於吃到這個蛋糕了耶 對喔 這是我們剛剛自己做的耶 芒果口味 嘗嘗看 對喔 這邊還有那個抹茶的口味 還有伯爵奶茶 那這個裡面這個白白的是什麼啊 它是麻糬 哇 太酷了吧 因為多一層口感 而且請問這個是紅豆醬嗎 對 是紅豆醬 所以是另外白紅豆醬 對 其實我們每一款口味啊 都會多一個泥醬 像是這個芒果 我有芒果泥醬 那伯爵奶茶是把伯爵的味道 已經做到裡面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來開吃 那我們順便也想跟老闆聊聊天 我們覺得這個三祈一號的店名很特別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故事的一個名稱 然後有一個童話也滿趣味的感覺 想要問一下這個店名的由來是什麼 店名的由來其實是 因為我爺爺本身啊 是經營原廠漁業的 所以三祈一號其實是我爺爺的傳聞 那我們現在這間咖啡廳啊 就是傳聞以前的飯農室休息室 對 以前在我小時候的經濟眾啊 我都會看到他們在這邊泡茶 喝咖啡 像我們現在這樣嗎 對 石膏店 就像我們這樣子 所以雖然經過了幾十年 那樣的景象還存在現在這個空間裡面 難怪我都看到裝潢上 會有很多魚啊 然後很工業風這樣子 對 有很多海洋的人數在這裡探險 對 所以其實您講 對 就是當初我設定這邊啊 就是就像台南有老屋風格 然後台北人就比較潮流 雞龍應該有屬於自己的風格 剛說我設定的風格就叫 海港風格 其實我覺得三祈一是真的很有名耶 因為我之前有 前兩天有一個香港朋友來 然後他就說他有問另外一個台灣朋友 拿一個美食的清單 然後雞龍就是三祈一這樣子 所以是真的是很有名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是這個粉絲 就是我生日蛋糕吃了三塊不同的蛋糕 就是媽媽送我們朋友送 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很喜歡這個蛋糕 真的很好吃 沒錯 但是我覺得有點可惜 是如果說我想要帶回香港的話 我整塊蛋糕總不能可能 藏汙放那麼久吧 那我該怎麼辦 就是可以怎麼樣把這個清單蛋糕 帶回去給我爸媽親人那邊吃嗎 其實我們常常有聽到客人有這樣的心願 對啊 許願 就大家都很喜歡切成蛋糕 所以其實雞龍的伴手力也很有名 像是鳳梨樹這些東西 對也是很傳統已經傳承了百年 那我們就想說把法式手作千層的元素 它是新的元素嘛 西式人 再融合在地的傳統的元素 該不會就是那一個吧 因為我以為是酒瓶 因為什麼 所以這裡面放這個 對對對 哇賽 這不是酒瓶的樣子嗎 沒有 這個我一定要特別介紹一下 裡面這個看起來很像 魚鱗 對 魚鱗那個魚鱗 頂公三線 魚鱗 頂公三線 對啊 當初我們在設計這個盒子的時候 其實有遇到瓶頸 然後就有問了我奶奶說 欸 阿嬤有沒有什麼idea 喔 然後阿嬤就告訴我們一個 海港人送魚的習俗 嗯 如果對方很重要 你要提了一條鹹魚 喔 所以 它是一條鹹魚的概念 對 就是像我們提著魚 然後送給人家這樣子 對啊 咦 我們這邊不是叫三騎藝嗎 為什麼有江藝龍 對啊 這是一個人名嗎 喔 我剛好提到店名 是爺爺的魚傳嘛 對 那這個江藝龍是我 爺爺的爺爺的店名 爺爺的爺爺的 對 你敢抽越以前 對 其實其實它已經 這個名字已經傳承百年了 期末名初的店名 後面都會有一個人什麼號 在尾巴 好奇怪喔 所以它不是人名是店名 嗯 那如果要講得更明白的話 一定要找一個 找一位 對歷史更了解的人 就是我的爸 喔 爸爸 對 我們要歡迎爸爸 要請分 首先呢 我可以介紹一下我們姓江 我是第四代 他是第五代 那這個藝龍這兩個字呢 是在我們的家鄉 這福建省 慧安縣 已經有益龍號這個店名 對 那我們第一代江益龍的老闆 從福建過來的時候 就把這個店名帶過來 因為我們姓江 所以把這名取為江益龍 這個江益龍創業大概是在 光巨年間創業大概至今有130幾年 這歷史悠久耶 對啊 對啊 這個時間真的很久了 那一般台灣的產業裡面 百年行商號 都是做固定的行業比較多 但我們家的行業比較好玩就是說 我們家傳承到他第五代 五代的生意都不一樣 那我很好奇說 一到五代都是做什麼生意 對啊 因為我們第一代來台灣的時候 因為那個 你也知道那個清朝末年 在大陸沿海都很很貧窮 都不得已才會離鄉 離鄉之後到台灣到南洋 那我們家到了基隆之後呢 就第一開始先養鹿為生 養鹿 對 起樓吧 養鹿 所以基隆這裡以前是有養鹿的 對 好酷喔 你不要把基隆現在的情況 放在現在的概念裡面 它是一個滿 沒有什麼街道概念的一個都市計畫 所以說先養鹿 這是第一代 第二代呢 就是說日本的磁器代進口 第二代 第三代就開始經營漁船 那漁船公司呢 跟我父親兩個就慢慢做得 越來越進步 那純粹到我弟世代 那到我兒子的時候 因為漁船呢 行業的關係 沒有辦法繼續經營 所以就是說就靠一個段落 然後 像義龍就一直持續做下來 做了磁器 然後又做了小兒貿易 又做了服飾 多才多藝耶 好厲害喔 因為做傳統產業喔 就是有受到景氣跟 跟夕陽產業的問題 就像我們說 我們小時候很多那種 就所謂的雜貨店 現在也都消失了 那我們做的行業 剛好就是說 沒有船長了 沒有辦法繼續去寄漁船公司 那所以才會今天 到我直接轉換成今天的 咖啡店跟辦手禮的部分 好厲害喔 那如果我想要帶回去香港 給朋友吃 裡面可以介紹一下 裡面是什麼東西嗎 可以喔 我們先看這個外觀 是不是真的很像舊品 真的 我以為是舊樑 對啊 每次我提這個出現 大家都覺得 你怎麼提就來了 我們就直接打開來看 哇開箱開箱 其實應該要反過來 喔 我們打開就是可以 可以看到一個魚拓 一條魚 就是一條魚 我們原本的設定是 藍色盒子配藍雕 這是藍雕 藍寶石的魚拓 如果是紅色就會變紅雕 然後如果是做銀金色的話 就會是白茶 喔 對 那因為這個為什麼會選魚拓呢 是因為 魚本身在文化的文化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屬於大菜 那 在那個年餐裡面啊 年年有餘 對 年年有餘 年年有餘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吉祥物 對 然後打開這邊還有魚躍龍 我們祝賀室 所以當對方收到這個女兒一打開 他就會看到 欸 滿滿的細節 滿滿的祝福在裡面 那我覺得 下次新年的時候 真的是可以拿著這個送禮 真的 那打開呢就是會有我們的 呃 這個 這個是千層的鳳凰酥 這個是千層土鳳凌酥 這兩個餅皮呢 都是用那個千層蛋糕的配方 去融合 哇 好酷喔 好像沒有聽過有人做過這樣子的東西 對啊 我們算是比較 第一個 守在前面 對 對啊 那中間這個也滿特別 就是因為想說 我們當初在開發口味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漁港 所以一定要接一點接地氣 對 就是要拿那個海洋元素的護衛 對 所以中間這個就是乾杯酥 因為其實很多外地人來到台灣 來到基隆 都會想要買鳳凌酥 這些糕點回去蛋糕手禮 然後我覺得 這個千層鳳凌酥還有乾杯酥 都是我之前買回去的時候 都沒有碰過的一些品項 比較特別有獨特性 對啊 對啊 就比較屬於基隆的感覺 對 對 基隆的禮盒 對 每一家咖啡廳應該都會有故事 無論是老闆的故事 滴去的故事 甚至是品牌的故事 台灣尚未開放 外國商船及遠洋漁川的船員 時常從國外攜帶舶來品進港 會將物品放置在委託行中寄賣 而委託行也會接受客戶的委託 最後深至形成港口城市的 一向特殊的文化 從剛剛那邊走過來 一路上真的看到滿多咖啡廳 對啊 欸 前面那間 還有一個超級厲害的三名字 一定要去 真的啊 走走 我帶你去 走 走 想要問一下老闆你是土生土長基隆人嗎 對 基隆 怎麼會選擇在委託行這裡來開咖啡店 因為可能照大家對於委託行的想法 可能會覺得以前是一個很興盛的地方 但它現在逐漸的就是比較沒落 但是怎麼樣 就是你當初會選擇這間在這裡開店的原因 我當初來這邊的時候也是 因為這邊就 之前也是沒什麼人 已經就沒什麼人 然後感覺就是 因為它旁邊有一個商店街 有點像日本那種商店街 比較安靜的感覺 就是在市區啊 但是有一個安靜的地方 然後 然後它兩面又是一個落地櫥窗 對 我們經過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窗真的是好美 對 就想說 這樣子 開咖啡店好像還蠻適合 就是在市中心 但是有一個安靜的角落 這樣蠻悠閒的氣氛 那老闆你是比較文靜 文藝的那一種 不是 剛好看到這個地點 然後就試試看這樣子 剛剛老闆你提到可能 委託行這邊開始沒落 那你對委託行這邊有什麼 未來的期許嗎 就可能 會不會想要希望 多一些年輕人來這邊創業啊 之類的 因為其實 跟上你的腳步 沒有 像我那時候 十一二年前來的時候 其實 也是就是 可能 有開的店家 新的店家比較少 都是傳統的店家 然後 這幾年來 發現有一些 新的店家進駐 這邊就有熱鬧一點 對 好像就是有時候會辦市集 然後一些音樂表演 萬聖節 有啊有啊 聖誕節就有聖誕節 這邊還有一個 一個委託行 一個算是創生的公司 他們在這邊 在做一些市集啊 在想辦法讓這邊 再更活路一點 活化一點 對活化一點 那就是假日的時候 假如辦市集就會相對性 多一點人潮過來這裡 剛剛喝一口咖啡 想要問一下老闆 這咖啡是什麼味道的 這一支咖啡的話 就是我們 去調配的一支 委託行配方 所以它的名字 就叫委託行咖啡 對 所以在菜單上是找得到的 有有有 好酷 然後它就是 因為這邊算是一個 傳統的地方 所以就是 有一些傳統的風味 然後 我們就 可能 有一些像曼特林的那種 中藥藥草味 然後 可可調 就是 比較厚實的感覺 那 我們拿一些 一點點的花果香氣 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很多不同層次的感覺 就是 有點像 這個區塊給人家的感覺 就是它有 很多不同的時代的文化 有新有舊 但是 在中間去的 有一點點的平衡這樣子 好酷喔 而且老闆 我知道這邊 有一個很有名的三明治 甜不辣香腸三明治 那為什麼會用甜不辣跟香腸呢 就是 以前的話 以前我們去廟口 可能比較簡單 就是 你 路邊 它中間很多 路邊攤在賣 一口吃香腸啊 然後 中間有一個賣甜不辣的 也很有名 然後 因為剛好在這邊 開咖啡廳嘛 那我們 有一次就是跟一個朋友 一起 一起 肚子餓 自己也要 喝咖啡喝多了 也要 也要做一個 也是要吃東西 然後 剛好有 有食材 有甜不辣 三明治 甜不辣跟香腸 我們就把它 包起來 試試看 然後再 就覺得 好像這個味道還可以 然後 所以我們就再去做一些調整 就是 就是 拿 這邊附近仁愛市場的一個 兩全的甜不辣 應該也是蠻有名的 因為它的 魚漿用得比較好 所以吃起來味道就跟你一般的 甜不辣又不同 然後 我們就也找一個 比較適合搭配的香腸 來做這樣的種 它除了甜不辣跟香腸之外 還有 我看它還有別的料 對啊 就是 這三明治做的時候 就是 雖然好像很傳統的東西 那我們也是 希望說 你在咖啡廳吃 好像一個西式的做法 又加了生菜 加了番茄 然後另外因為 甜不辣你在吃的時候 好像要搭配一個小黃瓜 會比較適合 講到都餓了 不然我們先吃吃看嗎 可以啊 哇 好厚喔 對啊 這個真的是料超多的耶 對啊 那第一次是甜不辣 然後生菜 番茄剛剛 老闆說的 然後再加香腸 超香的耶 就是有那個炭烤的那個香味 有感覺在裡面 就是我們 麵包也稍微有烤焦一點 讓它比較有口感 就是要那種薑膠脆脆的 就是最好吃的味道 感覺我吃完這個也好吃 我們可以來咖啡 耶 在新舊交融的老街 會有怎樣的風景 想要一個人獨處時 可以去哪裡呢 不妨可以來到基隆 找間咖啡廳做做 品嘗各種咖啡 甜點 享受自由自在的時光 今天我們真的去了兩間 很有特色的咖啡廳 對 不覺得基隆真的是走一走走一走 一個巷子裡面 然後就會有很多不同的驚喜的感覺 對 而且我覺得今天那兩家咖啡廳 它各自都有不同的特色 對 融入了一些基隆的元素進去 像碗角咖啡 我就沒想到一個山明治裡面 甜不辣然後香腸 竟然可以在山明治裡面找 在廟口排隊的美食直接一口就吃得到 超讚的 對 而且三期一號那個千層蛋糕啊 然後咖啡都非常的好吃好喝 而且我覺得一進去那個咖啡廳裡面 就看到哇好有漁船的感覺 對 很像走到船艙裡面 然後還有很多海洋的元素都在裡面 對 還有我覺得很特別的是那個咖啡包 那咖啡包裡面有好多好多基隆的 那些插土 超級可愛 就是魚啊當主角 然後在那邊賣乾麵 對 我覺得就是很有基隆特色的一個伴手禮 那說到伴手禮 還有它那個 拿著的那個 很像走坪那個 它就是長長的 然後裡面放了我們的鳳梨酥 然後還有我們的EXO的干貝的這個 糕餅在裡面 對 而且我沒有想到說 老闆竟然是用他阿嬤的一個故事 可能以前會提著嫌疑 去帶一個祝福給人家的一個概念 所以就把這個伴手禮 當作祝福送給每一個 對 所以我以後可能想要 買伴手禮送回去香港的親人啊 就可以選這個 就可以選這個 而且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這兩個老闆他們其實都是年輕人 然後可能之前在很多不同地方工作過 然後最後選擇回到家鄉回到基隆 然後把對基隆的愛 把對土地的這些感受跟想法 放在這些產品裡面 那讓每一個來到基隆的人呢 都可以品嘗到基隆的美好 對 所以我覺得以後可能 人家來到基隆 除了打卡玩之外 還可以去不同的咖啡廳聊聊天 錯 放鬆一下 然後還可以看海 嗨 哇 吉隆的味道 你知不知道 鮮鮮的海荒 和密然的咖啡香 哦 吉隆的味道 是甜甜的微笑 箱子裡的小貓 熱情的在和你問好 拜拜